盤中銀錢時間密碼而且11月份散戶會更好賺 我想我講這樣子比較乾脆一點點 11月會更好的意思是散戶會更好賺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 10月份說實話一點 喊破了喉嚨 說破了嘴 你大概也不會相信台積電會到300塊錢 你大概也不會相信台積電漲完之後竟然鴻海也跟上來了 你大概也不會相信說台灣股市竟然會來到11657點 虧得黃老師還連寫了三個月的週刊啊 到了1168期的時候到了前幾天的節目你去翻過來看 我說這個行情裡面 這個融券的V型反轉啊 這個融券的V型反轉啊 我已經沒時間再算給你聽了 就足夠到11641啊 接下來如果到目前為止你看到沒有 融券還不認輸喔 接下來就是要 這段已經被嘎掉了對不對 這段已經被嘎到了而且還不停損 接下來就要嘎這一段 嘎到這一段受不了 那如果這一段也嘎掉的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個答案就不是116幾啦 那真的有人喊12682 我是直接告訴你沒有到12682 但是呢也沒有差多少啦 你有沒有想過啊 原來啊會創造歷史新高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啊 是因為散戶很多人做空啊 所以請你第一件事情啊 回頭是岸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你現在手上是空單的 每天都苦哈哈 你現在手上 不管你要當沖多單 還是留多單 或是你空手的朋友 你跟著我一定是笑嘻嘻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昨天又跟各位講說 來吧來吧來吧來來來 先什麼話都不用講 之前跟各位講什麼 台積電漲上去了 紅海聯電你自己隨便挑 好果然呢 聯電大漲一波 紅海大漲得更誇張對吧 然後我說這種補漲的觀念不用太難 大盤已經創新高了嘛 那你的夥伴台積電也創新高了 那你當然至少更一點吧 那請問這些全部創新高了 大盤也創新高了 昨天跟你說這種股票到底會不會漲 我昨天在路上 也是有很多朋友問我啊 說老師啊 那大盤創新高了 還要不要買台積電 我說蛤 你現在才問台積電啊 我說我已經爬到象山的上面 我往下看 我說你去看看下面誰還沒爬上來嘛 爬上來的至少在上面休息啊 雖然上面還有市售山可能還更高一點 那先不管那麼多 爬上來的人家已經看到101了 你去看哪個還沒看到101的啊 還在低檔的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說股票市場裡面有的時候錢就在你身邊啊 我說經過了20幾年我最喜歡找的就是那種躺著 躺著就知道它要漲上來的那種感覺啊 李老師正確股漲上來正確股不好啊 我說問你一件事 怎麼會不好呢 你做股票通通都是以前的印象啊 大盤創新高了耶 你是賣股票的你還不會漲 我再問你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啦 假設鋼鐵創新高 那2032的新鋼這種 賣鋼鐵的會不會漲 假設蚵仔麵線創新高 賣蚵仔麵線會不會漲 就這樣啊 故事沒那麼複雜啊 當然呢如果你要挑股票的話 我會幫我的會員朋友挑的很好啊 這些哪些比較好的哪些比較不好 我都幫他挑好了 像這個複數的不要啊 其他的哪一個比較低哪一個比較高 我都幫你算好了啊 但是我也跟你分享了啊 我也跟你分享啦 我說各位看到沒有啊 連6016啊 6016康和正這個 每個人都買得起 我第一句要講每個人都買得起 第二個他一定在歷史的最低點 第三個就算你現在聽到 你說老師我什麼都不會 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檔股票 我不敢說我送你一檔股票 你自己聽聽看就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這個叫做證券股 我問你一件事啊 大盤已經靠近多少 12682 對吧 說那老師 對齁 那這樣證券股就要回到82塊錢 你要做這樣的夢我也不反對啊 但是 時空背景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當時漲上來的時候 是金融股跟證券股最會漲 那是台灣第一次有所謂 台灣籍贏的情況 那現在台灣籍又要贏了 那麼國內金融會不會回到這裡呢 原則上不會 因為本利比的想法不一樣 但是呢 我講一件事情 你覺得公道不公道 今天的金融股漲上來了 來我們講證券股好了 因為今天竟然是講證券股 講個比較穩定的證券股 這叫金融海嘯之後啊 那請問一下 大盤現在還在金融海嘯嗎 大盤不要離金融海嘯已經多遠 從民國97年 98、99、100、100 10年前 結果證券股還在金融海嘯的價格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啊 來啦 我就問你呢 所以我說這個股票連長線 你都可以試試看 只要你看好台灣 一點基本面都不用學 每年在那邊研究半天 研究還這個矽晶圓這邊多一個 還有人研究台積電的Mark 上面那個黑點是梁綠 研究了半天 我經常講一句話 股票市場裡面 你想考驗一個老師啊 我覺得考驗老師 那個當然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呢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如果路邊的錢你都不會減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來找我 如果連證券股你都賺不到 你是不是應該來找我 我常常發覺一個很好笑的事耶 還有證券也有說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公司會漲 我覺得我們公司福利好爛 你們公司福利好爛 跟會不會漲沒有關係的 你要看你們公司有沒有賺錢 知道嗎 公司對員工好不好這不重要 雖然我講這個話比較殘酷一點點 但是現在很明白的一件事情 我問大家一件事啦 26塊3是9859點 這個時候已經有台積電了 這時候已經有鴻海了 對吧 這樣講是不是比較公平一點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鴻海當然因為我這邊生產iPhone X 我這邊沒辦法生產這麼好的東西 那可能有差別 那問題是你手機賣的有差別 我證券賣的有差別嗎 有差別嗎 我還是一樣賣股票 一樣抽你千分之三啊 有分別嗎 那你認為是不是有機會回到這裡 不用說回到這個地方好不好 回到這裡就是幾倍啦 你自己回頭算算看 回到這裡就幾倍啦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有的時候要賺錢 你真的是 沒有人永遠是第一個知道的 除了張宗謀先生 他能夠對金雲代工最很清楚 其他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分析師大家也都是 瞎子摸象 摸到大腿算大腿 摸到尾巴像條蛇 因為我們說真的一件事 你叫我做金雲代工 哪一個分析師做得出來 你叫他拿給我看 只是我們懂得去評估嘛 那評估呢 評估當然不會有實際上的 跟實際上一定會有落差 但是有一件事情絕對是真的 就是台積電它也是一檔股票 鴻海它也是一檔股票 那同樣的 既然這種比價的空間出來的時候 一定有人可以比價上去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這樣錢很難賺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這幾天還是在講那個笑話 你不要老是會送外賣 都不知道 翟佩通會漲 買個翟佩通比送外賣送十萬 送一百萬 要好多啦 所以呢 小資族你能不能改變你的命運 當然可以 還有人整天在那邊講 學貸一個月兩百三十五塊錢免息 這樣就要投給誰啊 你不想想看一件事啊 以前買票一張都一千五的耶 兩百三十五 笑死人了 每天用這種小資族的思考 永遠一輩子當小資族啊 你用大戶的思考 有一天你就會成為大戶 我這句話你記住啊 歡迎各位 想盡辦法跟上真正的大戶思考的黃敬哲 這裡的電話 這裡不是一個最簡單的Line 是要改變你命運的方式 請你趕快撥通轉線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